不久之前中国体操队公布了里游奥运会的大名单 世锦赛高低纲冠军范逸林赫然在列 这个还不满17岁的小姑娘是有着目前世界上最高的难度 那今年4月底队内的测验视频被国外的粉丝看到之后呢 点击量是高达17万 他们都惊呼啊 这个笑容很甜美的小姑娘 就是奥运冠军 其他人都可以回家了 不过呢在不久之前的全国锦标赛上 小姑娘却出了点小状况 她的甜美的笑容也一度不见了 接下来就由哈尔滨啤酒带来的人在奥运年 我们一起去看看她的故事 这是全国锦标赛女子高低杠资格赛的较量 范逸林出现了严重失误 掉杠了 后面的浪低了要被扣分 所以呢我就大了一点 一大肯定和平时的感觉不一样 所以呢就造成了失误 范逸林最后以资格赛第六晋级决赛 如果是奥运会 14.800的成绩就不能保证机身单向决赛了 这次意外给她敲了警钟 掉下细节是有一分的失误 后面的浪不够 毕竟就少点一这样子 所以呢我觉得这次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吧 决赛 范逸林掌的教训 虽然也有一个连接没接上 但这一套完成的就顺利多了 15.834分 她蝉联了高低杠冠军 笑容也终于又回到了脸上 下了赛场小姑娘的笑也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给她看了五一假期去她上海的家拍摄的内容 自打2014年6月1号进入国家队 她有两年没回家了 家里的新房装修好了 她一次也没去过 只能通过我们的镜头看一看 范逸林的家位于上海嘉定区 客厅里在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范逸林从小到大获得的各种荣誉 她成名于2013年全运会 去年是锦赛高低杠的金牌 让她坐稳一线的位置 她的房间是爸爸设计的 简单而温馨 五一这天 范逸林在上海市设计队的弟弟南哲休假 回家过节 听说我们来拍摄家里的亲戚都来了 穿条文山的小帅哥是范逸林的弟弟 弟弟以前在家庭区练游泳 后来又进了试设计队 虽然比范逸林小一岁 个头已经长到了一米七四 姐弟俩站在一起经常被人误会成兄妹 有人说是不是哥哥和妹妹呢 会 所以我感觉听起来就会有点点不开心 那现在弟弟好像也很懂事 很听话是不是 是啊 我觉得他现在就会比以前会去要照顾人 然后也会各方面的事情会想一点 两年前 范家的这对小姐弟经历了一段伤心的家庭变故 他们的妈妈因病离世 曾经只要提起妈妈两个字 范逸林就会掉眼泪 如今一家人把对妈妈的思念藏在心底 勇敢面对生活 爸爸组织了新家庭 这位穿着橙红色上衣 忙前忙后的是新妈妈 范家姐弟习惯喊他阿姨 在弟弟的房间 摆放着一个他送给阿姨的妇女节礼物 弟弟在卡片上写着 无论在世或已走了等 希望你们都要好好的 喜欢阿姨吗 挺喜欢的 因为那会儿过年啊 什么的都会去她家里玩 因为也是妈妈最好的朋友嘛 然后也会特别照顾我 平时范逸林是个很爱笑的女孩 人缘也不错 休息时她喜欢玩游戏 喜欢烘焙 可惜第一次尝试烤饼干就烤糊了 她还在学习织维巾 不过现在还没有信心 把作品拿出来送人 你挑衅不送吗 女儿不好 一家人里爸爸对范逸林的付出最多 范爸爸现在的生意也挺忙的 可是只要有女儿的比赛 她都尽量参加 从决定让女儿上艺术体操幼儿园 到入选上海市队 到进入国家队 爸爸这么多年默默在支持孩子 把体操这条路走好 进入国家队以后 范逸林也不是一帆风顺 因为妈妈的离去 她一度情绪低落 体重暴增 好在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那一段就是比较糟糕的 就是有可能她自己的这种心情 不这么好 对 对 就是因为我平时打电话 就是她是报喜不保佑的 焦虑对她这种比较严厉 严格 她只能自己去承受 她不会跟你交代说 我不想列了什么东西 她也提过 提过她自己也能 最后就是通过我来给她输导 也是坚持下来的 后来一直到了那个市场赛 又拿到那个高低杠 爸爸辛苦了 我爱你 经历让人成长 现在的范逸林越来越清楚 自己应该做好什么 据理约 她靠的是高低杠和平衡目 高低杠7.1的难度世界第一 可要把理论难度全部变成现实 眼前最关键的是把子两周的下法做好 因为在格拉斯哥摄警标赛的时候 他这个原来的下法有争议 就是说要给他降组啊 总是在这个争议当中 要争议的话呢 要是给降组的话 我们的起评分就降降降低了 这样的话呢 对我们在多冠方面啊 还有他即使不算的 还要扣你的难度 还要扣你的质量 这样扣就很多 经过这半年的就是改啊 教练一直保护这样子啦 保护带还有抛过手保 已经稍微好一点了 本次奥运会 包括范逸林在内的五名女队主义 全部都没有奥运会参赛经历 请不吝点赛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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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赛经历